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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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佳 两个多月没见 你好像变瘦了 你是在家没吃东西吗 有吗 我觉得恰好相伴吧 我这段时间都在素食店打工 外送啊 玩外带的当一大堆 我忙的要死不活的 你这样要出门要搭车 然后又要接触人群 而且我听说最近那个卖场 还是哪里不是有确诊吗 你都不会害怕吗 真的 其实我超害怕 但是为了钱 我还是要去上班 但我们的素食店其实都有落实 做防疫的消除的动作 也很照顾员工的 防疫的状况 你知道其实我家人一样 他们有遵守那个专家提供的 防疫小妙招 就是我觉得只要遵守了 其实就算去外面接触人群 也不用担心 就保护好自己就OK 什么防疫小妙招 我记得第一个好像是 打扫清洁的时候要 由内而外 由上而下 第二个呢是说要用酒精 还是调白水来稀释消毒 这两点我们 其实我们的素食店也都有 做好这相关的标准的规定 所以我觉得我们店的防疫 其实做的还蛮好的 那我觉得有个重点要遵守 就是要从干到湿 然后再到干 这样才能彻底的消灭病菌 对对对 然后我也听说有一个叫反摸法 指的是像我们的外套 就回家后你可能要把它 那个里层 内层要把它翻出来 放到外面 然后挂在通风处 对 我有遵守这个事情 然后我回家之前 其实都会把身体 用95%的酒精全部消毒过一遍 连包包啊鞋子啊 都会在外面消毒过 才带进家里的通风处 哇塞 确实很那个消毒的很干净 然后我妈呢 才会另外提备一些什么营养品啊 还有什么花草茶 她说让我们增强抵抗力和免疫力 哦 我觉得靠领食增强免疫力 好像也真的蛮不错的 花草茶 我听起来好想喝哦 诶 我记得附近好像有一家 还不错的 评价很好 诶真的吗 那带我去 好啊诶 那我们现在去 诶走走走 好啊 好啊 好的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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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